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做一款鬆軟牛奶的餐包 要450g 高筋麵粉 8g 鹽 80g 糖 今次做的比較甜 所以加多一點糖 另外 8g 乾酵母 把乾的物料拌勻 這裏的雞蛋 將蛋白和蛋黃分開 蛋黃我會留待稍後做 Egg Wash 用 在蛋白上再加多一隻雞蛋 另外要220g 牛奶 20g 牛油 20g 普通煮食油 轉過 Kitchen Machine 用慢速 然後將蛋白和蛋白 全部放進去 牛奶也放進去 然後用慢速打15分鐘 15分鐘後 見到麵團相當滑 將牛油和煮食油都放進去 牛油稍稍用微波爐弄軟 把麵團放進去 拿油後 用慢速拌勻多15分鐘 15分鐘後 麵團就可以了 攪拌出好麵團 把麵團放進去 攪拌 攪拌 到麵團放進去 出麵團 鍋上浪費 都是把邊緣拉到中間 拉一下拉一下就可以變成一個球形 然後放回剛才的鋼盤 蓋著它發酵 預計可能要兩小時 直至它Double in size 認住 size 蓋著它 放一放它 放了兩小時 看看 我的室溫今天大約是24度 醬汁 灑少許粉 把麵團拿出來 我預算會做8個 所以拿出麵團出來之後 又跟手判一判它多重 然後就除白 分白粉 八份分好 又將它每一份 變成一個細的球形 跟大的一樣做法 都在邊緣拉到中間 一直拉一下拉一下 就可以滾成一個球形 轉角度再看看 這個麵團是相當鬆軟的 因為加了牛奶 還有水份都相當高 會大約有七成 我水份的計法 都是把牛奶的重量 加上雞蛋 蛋白的重量 差不多 七成 變成了 八個小波波 做完之後 蓋住它 稍稍鬆弛15分鐘 預備整個焗盤 上面放了頂一張 不黏底的橙皮 15分鐘後 現在做Final Shipping 今次的Final Shipping 其實都是把它變回波波形 不過 把它變回波波形之前 首先 用支Rolling Paint 滾到它扁扁平平一塊 好奇怪的 這樣壓完它之後 它會更加鬆軟 就不用煎到很圓 最主要是 令到它扁平一塊 跟著在邊緣拉入中間 一直拉一下拉一下 變成一個球形 想像一下 如果一塊薄片 中間有餡 其實都可以變成 一個有餡的麵包 一樣的方式 便可以把餡 放在中間 Final Shipping 做好之後 將它放在焗盤上 挺有趣的 一個比較軟的球形 將它扁平一塊 然後變成同一個球形 我剛才那個很初步的 將它滾成一個圓形 其實是否可以將它 就這樣 然後就焗 是可以的 不過其實很有趣 這樣壓過之後 反而裡面更加鬆軟 沒有壓過它 反而中間是比較粗糙的 反而沒有那麼軟滑的 反而沒有那麼軟滑 反而沒有那麼軟滑 又換過另一個角度看看 會不會再寄死 反而沒有那麼軟滑 就要不容易 反而要不容易 壓住 反而有我們的 反而是 反而不容易 反而它 反而它 反而是 反而的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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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個攪好 蓋著2nd proof 1小時後 2nd proof 攪好 準備塗蛋液 wash 1隻蛋黃 2茶匙鮮奶 2茶匙砂糖 1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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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麵團上 塗蛋液 wash 1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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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時 5小時後 顏色很美 因為每個包面 這個熏濾 wash 稀的糖 一點點韌韌 相當靚仔 現在是很熱的 先放冷 早前我做過 這個圓形的鬆軟的餐包 沒有拍過影片,放在我的 Instagram 上 有個朋友留言,Carrie Foo 特別要求他可以拍一個影片做這個麵包 答應了他我會拍的 所以有拖母欠,終於找時間做一次 我這個麵包很簡單,都是一般鬆軟的牛奶餐包 不過造型很漂亮,做到圓形 麵包的好處是可以用來做漢堡包 但要看要加多少糖 我這次是加多一點的,口味的問題 如果我做漢堡包,就不要不甜 這個麵包的形狀,適合做 例如加餡,我猜到一塊圓形 如果你想加餡,例如做廣式 例如叉燒包,加餡在中間 或者想甜的,加栗子溶 包起來就可以變成餡 但我不太複雜 純粹是做一個牛奶鬆軟的類似餐包 這樣應該都幾正 整好,樣子都很漂亮 當然要拿過來看看,底部都很漂亮 撕過來看看裡面什麼樣子 嘩,真是很鬆軟 看看,軟軟到很軟 要試試吃 嘩,很棒 又不算很少油 20g牛油,20g煮食油 但如果做廣式的油,加豬油 我不會加那些 但這樣做已經相當越棒 很鬆軟 很好味 這是一個很棒的漢堡 好,完成了 熟食包 拜拜 拜拜